您的领导下 安格拉政府积极参与非洲的一些重大议题 包括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 您希望安格拉在地区以及国际局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说 因为要说因为 平派亚的国家 我们说因为我们看来人许多个国家 因为我们看来人许多个国家 有几个国家在使用时是正在战亚的国家 也在乌兼之二十多年时是正在战亚的国家 我们不做因为战亚的国家 当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您如何理解这三大倡议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国家,在阿菲, 他们没有帮助到任何 能够有这样的发展 需要在国家的国家 而是在国家的国家